杨光 凭借扎实的唱功和高超的模仿能力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道多年来 平登各大舞台 歌唱实力广受好评 那么他与旭日杨刚之间 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呢 你不是说你在录音吗 我不是说你在录音吗 我当时在睡觉 你这个骗子 睡觉 这我们做梦的确实在录音 那首歌很难唱 你知道吗 我没有骗你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今天给自己弄这么帅干啥呀 不是 我就特意没有穿西装 而且也没有特意穿那个 演出那样的 我特意没有穿西装 我特意不顾了 但是你们要不收拾草 好有趣的 那个马上的 我特意不复的 我特意不吵 那么你曾经 那种事发生 那么我特意 好像统一变成 我特意的 你不需要 统一变成 我特意的 现在 相干嘛 我是 对 你会想说你自己不男不女的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明白吗 所以我说不男不女 既有粗旷的一面 但也有细腻的一面 但细腻的一面 一面你们是看不到的 杨光 你比他们都出道早得多吧 我07年 07年 08年才正式出道 你们刚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很火了 对 一年过完春晚 大年初三 我们一块 他们其实说实话 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初他们就是那个视频 在网上爆火以后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这两个人 首先他这个精神很让我感动 感动了我之后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 就是说我特别害怕 就是说会不会像某些 比如说新闻热点一样 过了以后 然后就失去他的这个意义了 对 就时效性一过 然后就没了 但是没有想到 在我最最熟知和出道的那个舞台上 那个赛台上 我居然见到了他们俩 那次我是去当评委 我特别特别开心 我觉得真的是 这条路对他们来说 正在向前延展 然后那时候 因为很匆忙 所以说他们比赛 然后我有的时候去当助 那么遇上的一个人 赛深远了 还有好正单 传适合 都会有时 最新闻的 你让我从来 看了 不幸 最新闻的 都会有时 使用 都会有场 红了 所以 都会是 新闻的 很难 中 生 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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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